哈喽大家好 在过去几个星期 我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不断的刷新单日新高纪录 这引起了民众对于行动管制令实施的各种讨论 而在最近的首相演说中 也提到了考虑到行动管制令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因此政府在风险较高的地区 可能会实施针对性的强化管制令与控制局势 如果我们参考过去在3月至5月的时候的行动管制令 在成功将确诊人数压低的同时 我国的经济也被压低 在第二季度出现了17.1%的经济萎缩的情况 同时我国的2020年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Depth to GDP的比率也将达到56%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 马来西亚已经无法再承受另外一次的全面封锁 短期来看 我们在实施行动管制令和民众更为谨慎活动的情况下 将会导致经济活动再度放缓 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同时间 零售消费也可能因为暂缓还贷计划的结束而受到影响 有关暂缓还贷计划的部分 你可以回看我们在第14集的分享 在这期间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部署将会更着重于防御性的一些行业 如电力等公用事业和天然气相关的股票 这类型的股票在经济放缓期间 表现将会较稳健 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好一些较为依赖国外市场的制造商 如电子电器的一些制造商行业 以上就是我们对国内最新的疫情分析 以及布局的分享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